当我们越东风观王的时候啊 是强群先观王还是弱群先观王 那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因为有风友在问这个问题 正常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风场有强的有弱的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风友在观王的时候 把强群先给他关了 因为群是强了不需要再烦了 然后弱群呢群是有点弱 然后他还想让他群是再强一点 继续烦再多烦几天 多烦一个星期多烦十天 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他还想多烦 二十一天多烦一袋子 那这个到底 那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们先不说对与错 我们先我们先来说 说说这其中的一个厉害的一个关系 在秋季繁殖越多风的时候 我们以前也说过 影响蜜蜂繁殖温度 蜜粉源 群是蜂王 这些因素 影响你蜜蜂繁殖的快与慢 影响你蜜蜂繁殖是增长还是减少 那秋季昼夜温它 秋季昼夜温差大 墙群没问题 群是墙 风群群是墙 它有足够的风量 有足够的风势 有足够的群势能应对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 它多产一个星期 多产十天 你只要保证它的紫皮在大降温来之前 就是降温来之前 长群的紫皮能正常的出房就可以了 长群可以延长一个星期 延长十天 延长半个月 没有问题 但是弱群 弱群 我们刚才说了 它应对外界的温度 它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说弱群要先观望 弱群比正常观望的时间 要往前面提前十天 弱群先观 你不要说我群是弱 我还想多烦几天 多烦几天 如果秋孤了以后 温度正常可以 如果温度变化大 忽冷忽热 而且冷空气频繁 那你的弱群会越烦越少 因为一它的潮温不稳定 二 蜂王蜂王的产胆量 潮温不稳定 就直接导致蜂王产胆量下降 所以说三 我们未进去的 未进去的那个资料啊 弱群的群势啊 它也不能很好的去量造 不能很好的去转化 所以说我们说强群 你如果想要强群 你可以晚观王 晚一个星期 晚十天啊 强群意思呢 也就是强群多多产一张子 多产两张子啊 比如说双王群 你强群多产两张子啊 一个王多产一张子啊 到时候你抽掉两张封盖子皮 补给你的弱群 你的弱群呢 先观王啊 王观了以后 十天以后 你弱群的幼虫暖皮 基本上都封盖了 十天以后 十天前的封盖子皮 基本上都在出了啊 基本上都快出完了 那十天前的幼虫 那这个时候也封盖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掉进去 一张子 两张子啊 它能护得住的啊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它去补育的 它只需要能稳定潮温 能稳定 能保证这个子皮 能正常的一个厨房 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用强抽强补弱